感恩南母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俊宏师傅 我说 请台长帮助我女儿看一下 几几年数什么呢 1994年数狗的 1994年数狗的 哎呀 有灵性 脑子坏掉了 就是 是 他身体也不好 身体不好 我告诉你啊 他练食 吃东西啊 挑食 是 我告诉你 思想不集中 眼睛乱看 而且有点 两个眼睛啊 眼球不正 有一个耳朵听东西 听不大清楚 这个呢 我不大知道 左面 所以你跟他讲话 他经常听不见你还不懂啊 你叫他名字有时候叫了他听不见 我叫他的时候 我看一看 谁在他身上啊 好 几几年数什么呢 90年数狗的 有一个猿猿猴子 猿猴子 在他身上 你们家族里面过去在农村 有没有养过猴 是我娘家 还是我婆家 在农村 我们都是在农村 在农村有没有 娘家或者婆家里面 有没有养过猴子 有一个死掉的猴子 就是在家里养着的 或者就是说 在他周围 或者在他身边 或者被他打死的 或者有人打猎没有啊 这个我也不清楚 这个我不大清楚 在我 你们的村庄我都看见了 你们的村庄边上有山 在山的下面 凹凹下面的 那就是我的娘家 听得懂吗 听懂了 你别看那个山 还有一条小小的河 边上 再过去一点 你们的房子在这里 后面是山 在他的右手边 前面有条小河 是一个堂吧 对 就是一个堂 就是堂 那么就是我的娘 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了 你知道吧 那是上辈子的事情 是上辈子的事情 所以不能欠人家债 欠债 上辈子这辈子 照样还 永远不能欠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吴丹庭 庭庭 庭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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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知道他为什么 走路一缺一缺的吗 就是当时 我看这个猿猴 被人家打伤了 在逃 已经一个猿猴的 一个脚打伤了 他在逃的时候 就现在这个样子 一定是你娘家们 有人打猎 打死了一个猿猴 是啊 我也不知道 想想看了 真的 你爷爷有没有打过猎啊 反正我都不认识我爷爷 不是 你的 就是你的娘家们呀 我娘家爷爷 我都不知道 我出世他们 他都过世了 是我爷爷打死的 那么他都需要 多少张小房子呢 多少张小房子 来 讲话 台长问你 给你400张小房子 可以不可以啊 给你800张小房子可以吗 800张有没有问题啊 看看爷爷 800张行不行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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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到了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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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吓死你们了 灵性看见台长都怕了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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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800张可以了 那你放多少条鱼呢 看见了吗 逃的时候 那个脚就这样的 不是 多少条鱼呢 小猿猴 你看他个头往后面 这块像不像猴子了 看见了吗 你这表演呀 这表演给大家看呀 好了 放生多少条鱼呢 放生多少条鱼 500条 500条 好吗 那我的功课呢 功课怎么做呢 功课你就每天 帮他念心经 21遍 大悲咒 念27遍 然后礼佛念五遍 五遍 好吗 好 谢谢台长 再次感谢 大致大悲的关心 像这种病嘛 半年之后正常了 就这么治好的呀 到时候妈妈 拖的孩子来了 好了 把台长都忘记了 很多人就是 好了之后 把我都忘记了 但是你们记住了 忘记台长没关系 不要忘记关心 好 念经 好 念经